哈喽哈喽 大家好 我是蜜子军 今天我们的豚羊就煮螺蛳粉吃吧 一共有6袋螺蛳粉 5袋辣的 1袋不辣的 5个辣的我把它煮一起 5个辣的 调料都有这么的多 煮红烫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番茄包 复竹 花生 汤包 然后多的就是这个姜浓番茄料理 酸水嫩3分1蔬菜包 哇哦 一打开浓浓的番茄香 我想番茄汤应该很容易吃 因为我把它复竹 我想吃软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5个辣包的辣油倒到里面 哦 你们吃螺蛳粉会把这个辣油虫子放完吗 看 这个是柳群的薯竹 你们想知道每一个品牌它的味道怎么样呢 请看昨天晚上的单包测评 红肉眼看下去这6个品牌的钢粉没有什么不太一样的 吃在黄色的明度上有略微的不一样 第一个要煮的是好欢螺的小龙虾味儿 先下汤料包 螺丝汤料包 各种蔬菜包 熬一会儿汤丢下 泡好的米粉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吃小龙虾 所以刚才倒那个小龙虾酱包的时候 我觉得天啊好香 螺丝粉的米线耐住 可以多住一会儿 再淋上我的辣椒油 不能吃辣的这个就可以不要了 但小龙虾味儿它的基础辣就很高了 再倒上我的辣椒油跟风生脆 搅拌搅拌 小龙虾味的它的汤都很辣 然后比较香 这个好欢螺小龙虾味儿的是我回购的 我之前也经常买它吃的 它整体会比较偏咸辣味 味道很浓 我曾经都不知道有小龙虾粉的 但是我之前去拍湘西觅食 在芒果TV不加放松的 可以看的那机器可以回头去看一下 然后到了湘西才知道 居然有小龙虾粉 太好吃了 螺蛳粉的米粉跟湘西湖南那边的米粉做起来又不一样了 我觉得螺蛳粉它口感是属于瓜 然后比较偏脆的 湖南的米粉就属于瓜 然后比较偏软糯一点的 好吃好吃 还有味道这种 喜欢众口的朋友就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款 然后我刚才微博有发图文 然后大家有看到这个小龙虾味儿的螺蛳粉 大开眼界 然后还有一个评论说 吃过这个小龙虾味儿的 但是那也不会吃了 就觉得这个味道很奇怪很不好吃 但我挺喜欢的 它好好吃啊 你闻得反对我吧 扯不扯 我们去煮下一碗吧 像这种辣椒油包就可以粉煮好 之后再把它盘盖上 肚包也是煮粉的时候就加入它 我觉得它会挥发掉它的一个酸味 然后肚子喜欢吃软的 就可以在煮粉的时候煮进去 看上去会清淡很多 看上去就不怎么辣了 洗了会的螺蛳粉盘下 整体不会特别的辣 有味儿啊比较酸 然后里面有两颗小米鸩很大 酸水正中 但这个汤呢就可以边缩粉边喝 小龙虾那个汤 然后你就喝了要放几个花 花生米还行嘛 不是特别的香 特别的会比较酥脆 但大部分的花生米不行 其实柳洲不光是螺蛳粉 它的那个橙春粉 芋头糕 我觉得都好好吃 还有一些农家宴席里面 会做那种炸排骨油茶火锅 哇太好吃了 喜罗会就是吃到后面部分呢 会有点辣 下一个猪沙呢 哇哦这个柳全的螺蛳粉 这个腐竹是最棒的 而且这个花生米 我刚刚偷尝了一颗特别的香酥 它这个红油啊 不光是油 它不是那种蹭亮蹭亮透明的 它是带有浓度颜色的红油 为什么我莫名的闻到了 一股葱油的香味呢 嗯这个脯皮好吃啊 那我刚才那几款的脯皮都好吃了 哦脯包心也好吃哦 它的汤头里面是有那种 淡淡的螺蛳汤的味道 刚才那几款更多的呢 就会觉得嗯 好吃是好吃 但是它少了一种就是柳洲味 螺蛳粉它里面真的是有一种 放腿味的螺蛳肉香 而且它的其他味道不会特别的浓 不会抢一种淡淡螺蛳味 而且有些它不会特别的辣 这是你们炸一炸的第几天 我要问我妈一个问题 妈今天好多好 去看秋节 行器节 行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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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真的如果现在板家里的窗帘 都不拉上 然后看到外面的自然光 你真的不知道是白天还是黑夜 吃了废睡了吃 然后爱不出的可能会看上去 然后爱吃东西的能吃一片 柳田的可以 因为柳田它没有单独的醋饱满 所以它的味道整体是比较温和适中的 基本上不辣 柳田这个花生里滑 它会有一点点那种炸糊的味道 我是很喜欢的 我们去吃下一颗吧 这个就是新上马尔螺丝粉 这个腐皮看这个样子都是没有炸跑里干酒 花生感觉像叶子没有炸粗里花生 不然是不能看外表对不对 先尝了再说吧 目前之下总结一下就是柳田的螺丝粉 可以做一个螺丝粉入门级 然后小龙虾背的螺丝粉是可以做一个 重口味螺丝粉 就是螺丝粉爱好级收藏级可以享用的一款 那进阶版的初级中级由你们来推荐 这个新上马尔就不推荐大家购买 再吃下一包吧 这一个就是蓝月秀菜螺丝粉 然后会比较偏辣的 吃他们家味道芽是不错的 这个汤头 就这个腐折什么的就没有有全的优秀 然后螺丝粉的话现在有出那种自热螺丝粉 然后还有棉煮的就是水冲的螺丝粉 我也觉得 虽然我没有吃过自热的那个 但我有吃水冲的 但我觉得水冲的真的就不好了 因为那个粉啊 感觉 感觉不正宗了 正 正 正宗 吗 正宗 用普通话说 正宗 你们可以理解我 为什么我普通话真的不必要扯动吗 我好不容易 这一两年普通话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进不了 然后又回到家 全部都说你普通话嘛 结果现在 哎 我说话我感觉我在那里 大舌头加口吃加 吃吃 吃 和 吃吃 吃 我完全不分 我明白说话吗 我想问我什么 哪个我也还要走 你好你不别 我小时候我妈 其实你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 你好你不别 请吃吃 你妈 你不看见到 多小时候 都不合大 有点点在中 我们是没有办法 好 我起路点 参加共和的试衡 因为要听话 我小汉汉的 红烧 和说 红烧 为什么呀 为什么要说红烧 什么 当然 红烧要叫红烧啊 红烧 是给我的 红烧 总而言之 我就很感谢我的 爸爸妈妈妈 我看见我多读了书 多多买 还有一点螺蛆 想吃了 我私底下吃螺蛳粉 我从来没有一个品牌 有单独吃了 我一直 都是喜欢把不同品牌 然后把它混合在一起 要么两个三个 怎么样 因为我会觉得 像这样它们会副补 就会更好吃 一个品牌一碗 给大家测评 我真的是偷 这样 最不好吃的 就是那个 红烧 然后其他的都还不错 好 好了 我们画五个品牌 螺蛳粉混在一起 会是什么味道呢 我这个头发 造型好不好看 我今天故意做了一个 慵懒 淋乱 刚睡醒的发型 我们先吃 这个番茄味的螺蛳粉 我真的从来没有吃过 不知道它辣不辣 它属于酸味的螺蛳粉 然后不辣 但它有螺蛳粉原汤 对于喜欢吃螺蛳粉 但是又不能吃了 一点都不能吃的朋友 就可以选择它 酸酸的 微甜 我水放的比较少 所以味道还挺浓郁的 吃过香蜂鸡的朋友 知道他们的番茄蛋汤 这个汤呢 它的酸甜度 就给米香蜂的番茄蛋汤 差不多 我会觉得没有必要当初买 可以买一包原味的螺蛳粉 我加一点番茄酱进去 或者吃啊 我就不放辣椒油 就可以了呀 咚 这一个就是五个品牌的 昨天有依依的测评 他们的味道 现在把他们五个混在一起 应该叫它什么 第五把螺蛳粉 听我的没错 你们紫螺蛳粉 真的两个品牌混合着一起煮 应该不是心理作用 它是真的真的会格外的好吃很多 哇 想吃吗 我的手传大碗装不下五袋粉 这里应该有三袋粉的样子 我泡的粉没有煮啊 好吃啊 哇 哇 柳成的这个腐皮真的很不错 帅其他螺蛳粉 真的把很多调接了 然后整体现在吃起来的味道 它的螺蛳汤味道比较重 但最最最最最重的是小龙虾味 小龙虾味螺蛳粉 拿一包调料 有点儿 好吃 哇 这腐皮真的还是有时候的笨 看看这腐皮 中心的给你们建议 煮两包不同品牌的螺蛳粉 一包腐皮给它煮软 一包出锅之后撒在上面 我感到相当的烘热 你让我一个月不出门 我都可以做到 这样做真的太好吃了 现在开始煮一煮辣了 刚才吃番茄螺蛳粉的时候 我误出一个道理 我觉得呢 那我可以做 古锅版的螺蛳粉 咖喱版的螺蛳粉 对吧 反正有酱的 有调料的 我觉得都是可以跟螺蛳粉 融合在一起 创出一个新味道 我吃到暴风哭泣 这个粉里面 夹着豆角 莫尔斯 酸笋 带来点腐皮 一时流 爽 其实自己在家里面做这种煮的螺蛳粉 基本上还原了70% 柳州正宗的螺蛳粉 因为还需要一些辅料 比如新鲜的葱姜蒜 这些 如果加上这些的话 就真的很还原了 我昨天一包一包煮的时候 我妈基本上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我现在问一下 我妈有没有闻到什么不一样的味道 妈妈 你好 你又不又闻到啥子不一样的味道 有点虫鼻子 有点虫鼻子 好不然都闻 好不然 有闻 对 有反正有味道了 是吗 有味道 哦 好吧 我也不敢想象 就真的说螺蛳粉很臭很臭的朋友 如果现在带我家里 它会不会晕厥过去 我前几天看视频 看到一个博主吃 日本便利店 葛丽糕 就我最爱吃的那个葡萄冰 出新口味了 限定化 我真的 我当时看它吃的时候 我真的哭了 你知道吗 我内心在想 我当初吃它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又吃不到 我也买不到 我真的哭了 我真的哭 如果我没有吃过 我不知道那个冰果球 到底有多好吃的话 我可能看见了 顶部会馋一下 真的 我哭了 因为我知道它到底有多好吃 我个人真的是太喜欢那个 我好像有很多 其实我没有吃过肉了对吧 然后我之前买螺蛳粉的时候 我也有买这一个 长大了之后 我就不怎么爱吃火腿肠了 等我那天看了一下 辣味的火腿肠试一下 它是有一点点辣子的啦 但我相信它煎煮 或者烘烤之后会更好吃 看来白羊 能接受螺蛳的这个味道 好了我把剩下的这些火腿肠和剩下的粉再煮了 你们还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吃的火腿肠是哪个品牌吗 卖多少钱一根 这一次呢 加一点葱 加一点葱 格外的香了 火腿永远是最好的伴侣 现在加到葱之外会格外的香 我侄儿今天上第一天网课 现在有上网课的朋友在看视频吗 你们感觉怎么样啊 上网课 让我们的小伙伴就是把办公设备搬到家里 我现在来录完一个视频 就传电脑传网盘 哎呀不行 我下一期 一定要想个办法吃肉了 素食螺蛳粉加葱加香菜 都会给你不一样的新鲜感 我记得我曾经端主传大碗吃的时候 你们都会弹幕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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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也来吧 现在的快递开始发货了 所以我的小麦布也不用担心 囤娘只会越囤越多 好了今天这一期螺蛳粉就到这里了 最后再总结一下 入门集的我推荐六圈螺蛳粉 然后重口味的小龙虾味螺蛳粉 日常的话就两个不同品牌混合组 做出来的螺蛳粉都是好吃的 还是我爱蜜子琴和我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的新的微博 蜜子琴微信公众 还有大碗蜜子琴 我们一起做一个快乐的出货吧 走我们一起去打招呼 嘿嘿 蜜蜜不是最喜欢能够爆料的吗 关注她的微博蛳子 她觉得什么东西很丑 然后再掏微博